同看电影故事 贡品离合悲欢 我是熊猫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可怜的女人因被人诬陷 待在精神病院四十多年的故事 秘密手稿 罗珊 一位在英国工作的爱尔兰人 受二战的影响而丢掉工作的她 回到故乡爱尔兰的一个小镇 投奔姨妈 在姨妈店里当服务员 日子虽平淡 但很幸福 姻缘际会下 罗珊偶遇男子麦可 两人一见钟情 由于她长相出众 镇上的神父 还有一位混混 也被她所吸引 这些人中 罗珊只对麦可情有独钟 因为二战 不久 麦可离开爱尔兰应召入伍 成为一名空军 麦可离开了 而神父与混混却还在对罗珊百般纠缠 顿时谣言刺起 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 以及店里的生意 姨妈不得不把罗珊送到森林里的 一处小房子居住 即使这样 罗珊也摆脱不了神父与混混的骚扰 自从他们知道罗珊住在那里 便经常过来找罗珊 一天 一架飞机坠毁在森林里 罗珊赶过去 发现飞行员是麦可后 救下了他 此时 小混混也看到了坠毁的飞机 赶来罗珊的住处进行查找 想超出飞行员上交 还好 麦可早一步藏了起来 才没被发现 再一次相遇后 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 在牧师的见证下 罗珊与麦可结婚了 他们骑着摩托 沿着海岸行驶 一路欢声笑语 爱意浓浓 意外突然发生 两人回到家 发现小货混埋伏在小房子附近 准备抓捕麦可 还好在罗珊的帮助下 麦可骑着摩托车逃了 两人都不知 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与此同时 神父发现罗珊和麦可的爱情后 出于嫉妒 编造了一个谎言 说罗珊有心理疾病 并欺骗罗珊的姨妈 在诊断书上签下名 最终 罗珊被送进精神病院 刚开始 罗珊试图反抗 但被医院的人残忍压制 过了一段时间 神父告诉罗珊 麦可还没来得及离开 就被小混混杀死 罗珊顿时心如死灰 后来 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可在精神病院生下的孩子 要么留下来受苦 要么被送走 想要自己照顾孩子的罗珊 找到机会奋力出逃 被追到海边时 罗珊不顾危险 跳入大海 最后成功上岸 在沙滩上生下一名男婴 孩子的哭声暴露了他 在他试图拿石头 割断旗带时 神父和警察出现了 而他因体力不支 昏迷过去 神父抱走了孩子 罗珊再度被关回精神病院 为了不让人追查孩子的下落 神父和警察一口咬定 罗珊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可罗珊始终不相信 而医院 为了让罗珊不再纠缠 忘记这件事 竟不断用电疗法折磨他 导致他精神恍惚 但无论如何 罗珊坚信 自己的孩子没死 总有一天会来接他离开 在漫长的折磨里 罗珊靠着信念 勇敢活着 为了不让自己 忘记所发生的事 罗珊把在精神病院的生活经历 和被关进来的原因 都记录在他的日记本中 一晃40年过去 罗珊所在的医院要拆迁了 所有的病人必须转移 医院派了一位名叫格林的医生 为病人写精神状况评估报告 以便可以将病人顺利转移 可无论怎样劝说 罗珊都不愿意离开 眼见其他人都离开了 只剩罗珊一人 心急的医院工作人员 把罗珊所有的东西扔在车上搬离 罗珊十分气愤 不顾一切阻挡离开的车辆 希望可以拿回日记本 格林目睹了一切 他找人帮罗珊把东西都搬回了病房 看到格林帮自己拿回了日记本 罗珊卸下防备 向他讲述过去发生的一切 格林了解了罗珊的过去后 非常的同情他 故事的最后 格林在与护士的聊天中发现 自己极可能是罗珊的孩子 他回到家 找到了父母留给他的信 信上写明 格林一出生后 就被人送给他们领养 很快 格林又找到了神父的亲笔信 证实了自己就是罗珊的孩子 格林拿着信 向罗珊说明当年的情况 最后 格林把母亲接回家乡 当罗珊与格林漫步在海边时 往日 其与迈可共度的浪漫时光浮上心头 信念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处事之机 人的一生中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别的 正是没有坚强的信念 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信念 他便有可能创造令人赞叹的奇迹 只要厄运压不倒信念 希望就会驱散绝望 故事配老酒 明朝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